楼梯间摆着一幅幅的老照片 以及史料翻射的照片 让人一窥嘎哈姆牛棉部落 族人过去的生活样貌 历历在线的诉说 现今普里镇牛棉社区 过去就是嘎哈姆族的传统部落 也让当地民众了解祖先的故事 以前不知道说自己是平补族的 就是遗失的东西很多都不懂这样 那我们才知道说 我们以前我们的祖先是怎么样过的 嘎哈姆牛棉文武馆 除了展示珍贵照片 也汇整史料 离清嘎哈姆族在历史洪流中 为何跟其他平补族群 有着共同命运 因着外来人口文化以及经济等因素 慢慢转变韩化的过程 那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看到说 人类学在讲的亲属 经济 宗教跟政治 如何深深的影响部落 而让嘎哈姆族人 在这个历史的变化过程中 有一个能动性的改变 而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而不是单纯 好像我们直接讲汉化或汉化两个字 就可以把这些东西讲得完 小孩子现在也都不太熟悉这个环境了 那现在我们就是尽量 一直把它传承下去 嘎哈姆族人不希望外界 单一的用被汉化或拥抱汉化的角度 却看到了平补族群的历史演变 透过文物馆史料的展现 除了让外界更了解他们 也让族人认识自己的文化 原始新闻NO 南投普里 财榜报道